再來的話,我們就把那個剛剛九準馬表的程式 也許就是請那個ChargeV幫忙完成一下 所以我這邊的話就輸入什麼 請幫我寫一個這個內容為 用縫迴圈輸出那個九準馬表,Enter一下 你可以看,他這個時候就幫我寫 那我看一下他寫出來的程式 基本上應該也跟我寫的好像 基本上沒有不一樣耶 只是差別是說呢 他把這個I乘錐另外再產生一個變數 那我是沒有另外產生一個變數 其他好像都差不多 而且甚至基本上一模一樣 而且這邊會加一個 他有一個註解,有沒有發現 他在Printer刮鬍後面加一個換行 那意思就是說,讓你知道一下 這邊是換行的位置 OK,好像真的英雄所見略同 有沒有,所以你會發現很多地方 那你也可以自己先寫 然後再跟Change PD寫的比較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差異 那甚至的話呢 其實在回圈其實就兩個 一個是FOR回圈 那一個是FY回圈 所以甚至你也可以把這邊改一下 比如說改,請改為那個什麼 這個畫回圈好了 那他會延續上一個問題 幫你改一下 OK,有沒有他這邊的話有沒有 其實我沒有講 但是他就知道說 原來你的問題是跟上面的問題是連續的 OK 所以有的時候你那個問題 你是可以跟他連續Talk的 所以上面呢 比如說你上面要改什麼 要改改什麼 其實你可以接著繼續問 請你幫我改成畫耳迴圈 那你可以看到他畫耳迴圈一樣可以寫得出來 只是說呢 比較之後你會發現 為什麼畫耳迴圈寫出來感覺很複雜 OK 那其實道理主要是說 FOR回圈後面接的就是他的範圍清單 那我們清單就1到9很單純 可是如果你假設你用畫耳迴圈的話 他的關鍵就是在畫耳迴圈後面的這個邏輯判斷 也就是說呢 當畫耳迴圈後面這個邏輯判斷 他為True的時候 他就進到迴圈 如果我為Force的話 就離開迴圈 所以你會發現 他要怎麼樣 i要怎麼樣小於等於9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他 我這邊改一下 如果假設我今天這一題 我希望把它改 請各位把這一題 如果改為99 成海表改成畫耳迴圈版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 FOR回圈跟壞迴圈 有三個地方不一樣 哪三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不一樣的話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假設我今天把這一行註解 註解 假設我要把它改成壞迴圈的話 那我就把 先改一個就好了 你不用兩個一起改 那我先把 For i in range 把它改 先把它前面加個 這個緊字號讓它註解 然後接下來把它改成壞迴圈 壞迴圈的話呢 就是當什麼狀況發生的時候 做下面的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應該怎麼樣 當i要小於等於9的時候 或者是i小於10也可以啦 這樣也可以 i小於10的話就是1 然後冒號一下 那你會發現這個跟if很像 有沒有 只是差別前面是改成壞 壞耳的話有點像多次判斷 那if的話是判斷一次 OK 那接下來的話你會特別注意哦 可是問題 如果你這樣判斷 i它的值預設是多少 所以上面的話就是 i的預設是等於1 這個你要另外自己加 也就是說呢 你預設讓它等於1 然後呢 進到這個迴圈判斷一下 i有沒有等於10 有等於10嘛 所以如果假設 你讓它這樣一直跑的話 你會發現會有個問題發生 因為呢 它的值永遠都是1 所以呢 它永遠都是小於10的狀況 所以如果是小於10的話呢 那這個就會變成一個什麼 無窮迴圈了 所以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畫迴圈 你底下呢 記得哦 在這個區間的最下面這一行 記得要改一個東西 記得在Prim的上面 記得要加上一個敘述 叫i等於 i加1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這個敘述的話 它就不會幫你加1 也就是說 i永遠等於1 那就永遠會 沒辦法離開這個迴圈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假設要把 這個4迴圈 改成 壞迴圈的話 那本來一行的 你要變成三行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第二個 這第三個 如果這樣順序下來的話 1 i等於1 第二個的話呢 條件 就是要必須小於10 第三個的話呢 你變成你要自己增加一個 步進 OK 所以你看比較下來哦 當然以這一題來看 當然還是寫什麼 寫4迴圈會比較簡單一些 OK 不然如果你假設寫成壞迴圈 哇 那真的是挺麻煩的 那什麼情況下 會用壞迴圈比較合適呢 那當然就是很單純 就是那個事情發生的 True跟False 不是一個範圍哦 可能就是一件事情 或一個 一個值如果發生的話 那你再離開就OK 所以有的時候 要怎麼決定 用哪一種迴圈哦 那恐怕你可能要斟酌一下 OK 4迴圈比較適合範圍啦 OK 然後壞迴圈就是一個條件 大概是這樣吧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它改成用壞迴圈 那當然你這邊可以改啦 4J也可以改啦 只是這個 或者甚至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剛剛這一題就是 1加到99有沒有 這一題的話呢 你其實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那個 比如說像這一題 G偶數加的話 如果你要改 那有沒有怎麼改呢 其實也一樣嘛 第一個 就是分別加總G偶數嘛 那第一個先把這個註解掉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刪掉啦 只是如果我習慣 先把它留在這邊參考一下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 先給I的初始值 所以I等於E嘛 然後Enter 第二個的話就是File 什麼條件呢 就是當I如果小於 什麼情況下要累加呢 就是當它小於100的時候 有沒有 然後記得呢 在File的最下面這一行 有沒有 這個範圍之內的最下面一行 加上一個I等於I加1就可以了 那就完成了 其實你可以 像我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這一行其實 就是指的是這個 這個的話呢 這個條件有沒有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 那這個的話呢 指的就是 這邊其實我沒加的 其實這邊其實是可以加什麼 加一個d0.1嘛 有沒有 d0.1的話就是step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指的是這個 這個 這個 指的是這個 在路上是可以互通的 當然沒錯啦 所以也就是說 我發現有的人 他在寫回圈的時候 他只會寫一種回圈 就是File回圈 我發現很多人很奇怪 我一看這個寫File回圈就OK 很簡單啊 但是就是有人很喜歡指揮 而且你會發現他所有的程式裡面 沒有File回圈 通通都File回圈 OK 這個還蠻奇妙的啦 但是我個人比較習慣就是 如果我要做的那一件事情 它是一個範圍的話 那一律我用File回圈 反之我用File回圈 這個可能就是個人的使用習慣 那你說一定是這樣嗎 其實也倒也不一定 有的時候其實這種寫程式的部分 都可以寫得出來嘛 執行程式也不會有問題嘛 OK 所以你就 只要寫對就OK啦 但是如果說今天 我參考別人寫出來程式 然後他居然寫成這樣的話 那我會怎麼做 我一定會把它改成File回圈 有沒有 你寫這樣簡 這簡直是 而且我說真的啦 第一個程式容易長 第二個也比較不好debug 為什麼 因為你把東西都拆成三個地方 所以如果假設啦 這個把它拿掉 這兩個拿掉 有沒有 像這樣感覺程式很鬆散 然後這個也拿掉 然後改成這一個 感覺好像就清爽很多了嘛 OK 所以有時候程式 該用哪一種寫法 我覺得其實沒有說一定要有固定的那種標準答案啦 當然有的人可能左腦右腦構造不一樣 所以他可能看到File回圈 他就覺得不習慣 他一定要把它改Wile回圈 有沒有 有 絕對有 因為我常常看到有人 就是很愛用Wile回圈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不用Wile回圈 他會覺得 好像很難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File回圈 壞回圈跟File回圈最大的差異 好 那再來的話 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 底下就是 99%碼錶 最後的話 我們 有同學 就是會問一個問題 老師 那最後 最後 九準的碼錶 你基本上都是 只是把它 輸出到 我們的控制台 讓它print出去 可是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今天如果希望把 九準的碼錶存檔 那存檔當然 現在只有在 控制台裡面 顯示 可是我今天希望 可不可以幫我把它 存成 類似像 文字檔 或者甚至未來 可以存成 CSV 甚至是Excel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OK 其實 在Python裡面 要存檔 真的還蠻簡單的 OK 要怎麼存檔 首先的話 第一個 如果你在Python裡面 要存檔 我們九準的碼錶 這個我還是把它改回來 我還是看不習慣 把它改回來 OK 這樣好像感覺比較 比較乾淨一點點 這邊的話就是用 4i 好 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 某個資料存檔 我不要說 單單的把它執行 不是說 我今天print的出來 我是希望說 這個資料 可不可以幫我 直接變成一個 文字檔 txt 當然可以啦 可是要怎麼做 特別是在Python裡面 如果要存檔的話 OK 那當然第一個 其實關鍵就有三行 第一行的話 記得就是說 我們會需要建一個 這個F物件 這邊 OK 喔 OK 喔 現在我們要建一個